北京时间27日晚 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卖了一晚上关子后宣布 极端组织伊斯兰国最高头目巴格达迪 已在美军袭击行动中身亡 他说这是美国的伟大一天 美国取得了难以置信的胜利 他还感谢了土耳其、俄罗斯、伊拉克、叙利亚和叙利亚库尔德人提供的帮助 他还透露巴格达迪是在一处没有出口的地道里自杀的 他引爆炸弹北京,杀死了自己和三个孩子 特朗普说,我找了他三年,他是一个残忍之徒 最终以残忍的方式死去,他并非英雄般死去 他死得像个胆小鬼,死得像一条狗 不过舆论对这一伟大胜利的反应并不热烈 有网友发帖说,巴格达迪 我记得这是媒体第五次宣布他的死讯了 而俄罗斯共青团《真理报》这样评论巴格达迪之死 现在美国政府需要一个巨大的胜利 以安抚国内的鹰牌 分析人士认为,特朗普高调宣布巴格达迪死讯 是要宣扬政绩,回应国内外批评 为其中东战略背书,为竞选连任,累积政治资本 尽管巴格达迪之死对伊斯兰国是一次沉重打击 但无法摧毁该组织,也无法从根本上改善地区反恐形势 上海外国语大学中东研究所副研究员包成章指出 特朗普政府公布巴格达迪死讯,恰巧是在美国从叙利亚撤军后不久 目的是通过展示标志性反恐成果来回应各方批评 挽回因撤军行动而丧失的颜面 孙承昊也认为,特朗普希望借巴格达迪死亡的消息 在形势上为美国的反恐划上阶段性句号 将美国从反恐的前排主力,后撤为后排指挥 巴格达迪是伊斯兰国的精神领袖和灵魂人物 伊拉克政治分析人士纳奇姆诸布里指出 他的身亡将进一步打击伊斯兰国残余武装的士气 有利于瓦解该组织的领导框架和组织结构 不过,专家们普遍认为 巴格达迪之死之一打击并不足以导致伊斯兰国完全覆灭 更不可能消灭中东地区的恐怖主义 曾担任白宫反恐事务负责人的贾伟德·阿里表示 巴格达迪死亡对伊斯兰国来说或许确实是一个巨大打击 但这并不意味着该组织遭遇战略性失败 有如基地组织头目本拉登被打死后 基地组织仍然延续 历史已经证明 铲除极端主义是场艰苦而漫长的持久战 唯有标本兼致才能真正避免伊斯兰国这样的极端组织 卷土重来